中国画的创作 从我对中国画的创作这种体会 我不太崇尚创词 现在来讲年轻的时候好像应该创一创 创一创 由于直视那时候不饱满 年轻的时候它是一种探索 一种望外扩张的一种状态 直视不断地延伸 接触面越来越宽 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时候可以 各有灵描各自探 就是看自己的天性 这就是说你有哪方面长处 对哪方面感兴趣 这里面可以有一种探的欲望和要求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再这样的就是说要展现自己 有时候自信心就需要我们 有自信心你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 如果自己老是不相信自己 这样很难成功 是一种创作心态 但是创作这个事情就像好像在著书里说一时一样 我估计差不多 当然它是后来的事情 晚年的事情 一开始是吸纳 吸收别人的营养 广泛的采集 叫取重加之长 在营养 在知识量 知识量多了以后 你才能达到一种不惑 你就有选择了 你就挑剔了 那就一开始给你100个苹果 100个苹果给我选出10个来 你一开始必须从100个里边选 选10个 从10个里边再给我挑一个 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精 把最好的留下 那就说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这种创作 这种成熟期 也就是五六十岁 精力多了 知天命了 就是五六十岁 尔顺之年才能稳定 才能平淡下来 不争辩了 是吧 就再这样的就是说 应该达到这种程度 我不是说过里边有些大的有见地的有些做学问的人 什么时候在著书里说 什么时候在书里说 50岁以前谁要写谁是王八蛋 开玩笑 就是说你没有资格 你没有生命体验 你还不熟 有好多地方你还没有体验过 你发什么言 你说那个话靠不住 这就是说要经过一个火候 你经过一个体验以后 丰富体验以后 然后你在发言是稳定的 被别人信服的 你经历过 你有发言权 没有经历过 没有体会过 往往你说的是假的 说的是空的 是别人说的 别人说的你体会 你体验 你知道他说的是经过什么事情得出这个结论来 你理解不理解 你理解前人说的话 这一个人的经历不可能有那么丰富 望尽天涯路 他不是一个人的天涯路 你不是你一个人的经历 是世世代代人的经历 中国的传统为什么推不倒 那就世世代代有众人 一个时代有多少人 世世代代有多少人的经历 你得出来的经历 得出来的结论 传而统治 能统下来的 那才是精华 那才是道 那才是一种核心价值 正能量 你没有这种价值 你算什么正能量 你害人的 不能养育人 让人走邪路的 你邪了 内涵不够 让我给你烧墙 门没有 那就是你不能让我倾倒 你没有那么深厚 这一点来讲 我们在创作上面 也可以说到一定的 你做一种成熟期 你可以往外拿东西了 当然说 现在在市场上留着我的一些绘画 年轻的时候 根本也没有什么意识 还有这个画画还可以卖钱 没有想过 就是喜好 随便给人 上一堂课给学生画好几十张 每上一次画一套 孙老师也是这样 我的老师也是这样干的 当然他影响你市场 当然说这个东西 我们是没有从经济上来考虑问题 但是 年轻的时候你画的东西也有特点 但是不成熟的 现在卖画卖的价格高了 多少钱一尺 您的过去有那么大的精神含量吗 过去的 你市房东西都那么贵吗 不应该 我们价值标准不是看尺寸多大 不是看谁画的 画的什么内容 看画的精神含量 这样来论定 说我的一个小兰草 这边是现在花得比较满意的一个小兰草 那你给我多少钱 给我几千万我也不会卖 那是可以标明我的精神价值的形象 而我特别喜欢的 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当然说哪个不是你的孩子 但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要什么时候可以往外拿 它有一个过程 一个物种 一个生物 一个动物 成熟它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 刚五岁 你给我生个孩子 你行吗 有那资格吗 这是要经历过 知道了 什么叫成熟 什么叫成熟 这个人成熟了 不是说18岁就成熟了 有的到50岁60岁还不成熟 还像一个小孩子 为什么不成熟 成熟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进退 这就是进退 该进了以后不进 该退了以后不退 这是不成熟 叫不懂事 所以在这样的就是我们认知问题 我们在 你在选题也好 你创作意识也好 到达一种比较完善一些 认知的程度稳定一些 你能抓住根本 画画是在干什么 怎么要完善丰富你的艺术语言 怎么能够锤炼你的绘画的意识 你的情感 你的精神状态到什么火候 这个才在谈 就是说质量 内涵 成熟 这一种比较好 刚毕业 上四年 甚至听几次课 我说要动手要创作 瞎鬼 骗人 有那个能量没有 有那个积累没有 有那个价值没有 你没有 你搞什么 积功尽力 急于求成 急于拿成果 没有好成果 不能拔描助长 现在就是我们说慢就是快 尊重客观规律 你静下来 你就会获得 你不静下来 你浮躁了一辈子 你急急忙忙的是一辈子 但你从来没有深入过 你怎么会成熟 你怎么有资格去发言 你有什么资格去创作 说干到老 学到老 活到老 学到老 这样就是不断地来完善自己 当然什么时候算成熟了 年轻的时候有年轻的特点 但是有年轻的有优势 但是我考虑来讲 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年轻时候的活力 也不能完全 您想老了成熟了 那种活力给失掉了 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聪慧的人 我这边就完全解释不了 我说这个东西就是说一定要注重人的生命体验 我说李赫写诗 写得不错 他能达到陶渊明的境界吗 陶渊明活的年岁比他大 体验比较多 认知程度 当然说也有很聪慧的 特别聪慧的 他就是说悟性极高的人 王毕 20多岁就解释 注释 易经 你现在80岁不能注释 不能理解的人多去了 20岁 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天资极高 不能一概而论 在这一点出不了成绩 勤奋了一辈子 勤奋一辈子 勤奋不到质量上 勤奋不到点子上 那你白勤奋吗 这一点来讲 在我们创作上面 有的找新鲜花样 在这个上打主意 有的是中国画过去就是水墨的 我现在用颜色的 颜色不颜色 中国早瞧不上 一族不求颜色四 九方稿像马 这伯乐让他去 你去给我找千里马去 去了 去说挑了吗 说挑了 是哪一批 国母也说错了 是颜色也说错了 他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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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一批 下边跟着他一块去的议论纷纷 说你勃勒你怎么选择这个接班人 他连公母都不分 屁幕离行 他一批 他一批 颜色也不知道 你这样一个大外行 他怎么能向千里马呢 伯乐说 我的弟子比我高 直指根本我的弟子 他从来没有看马的颜色 马的形状 公母根本就不用看这个 看两个眼睛足够了 一下子直指根本 大智慧 聪慧 这一点来讲 我们有时候批评家 我们注意的是什么 说我们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在形状上 在外在上 在题材上在打主意 做人打扮 他不是打扮自己的精神 是打扮自己的外壳 外形状 说我们一定要在什么上面去下功夫 不要继续在外形上 这个构图能力 我这时候再这样的 就是怎么样 经营位置 当然这些东西 也是一部分 我们在创作里面 必须要具备的知识 但是你只停留在形状上面 是无济于事的 多少年来我们下功夫下什么呢 看谁画的真 看谁画的像 尤其是在人文画界 都培养了一大批肖像画家 酸穿画家 只能画酸穿画家 在说事 没答意 而我们是得意而忘形 在形状上面不重要 我们取的是神韵 东西方在绘画里边在追求上面 我们也误入了像西方的这种价值 西方价值叫做视觉艺术 这种价值的价值 我们只是视觉吗 说人家在这个视觉上面看起来特别舒服 比例特别协调 你看西方的雕塑 包括它的油画 它在这个形象上面 比我们是讲究 找黄金笔 找的很美 很养眼 那只是达到了养眼 能达到养心吗 那时候 现在我们看模特 那比例来讲 挑选的 模特到哪去给你表演 去走一趟 很漂亮 你张口 你跟他交谈一下 你生活两天 三天 五天 你就感觉这个人无聊了 他有一个好的外形 他比例很协调 他没有精神美 我们是崇尚的一种神韵的美 气韵生动 是精神价值 我们有时候画在那个人物里边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是有教养的 叫精神气质 是读过书的 从气象 可以看出来 你受了多深的思考多深的问题 都可以告诉你 这中国人的中国人为什么顾鸿鸣说到中国人的朴素 深沉 博大 而灵敏 是一个非常灵敏的民族 外国不拍卖中国绘画 他说你们假的太多了 我们也分辨不出来 你没有那个能力 你没有那个能力 中国人看问题 看气色 看神韵 我搞鉴定画 看神韵 就看一把紫砂壶 一看紫砂壶 也看神韵 谁做的 什么气象 一看就是他的 这个民族 为什么禅宗会出现在中国 佛教传到中国以后 他悟性很高的一个民族 好脉 观色 就值得你的身体状况 有的不需要问你 他就知道 一看你就知道 你怎么样 身体怎么样 哪去 什么出现了问题 他的眼是有力量的 我们就叫眼力 眼力是看神的 说这个民族很了不起 很崇慧 很灵敏 在中医上 他有这种感觉直觉 在绘画上他有神韵天资 在宗教上面他的悟性极高 这个民族很了不起 而且会直指根本 有些人 有些我们看到 你说您这个用颜色 我们从来不看这种颜色 我们是看的是神 神是什么颜色的 气是什么颜色的 性是什么颜色的 神 气 性 这都是无色无味的 这是中华民族说最终要得到的东西 要养育出你这种知能直觉 说要在这个上面去下功夫 那就说你具备这个能力没有 有的说我在题材上前人都画过了 他画驴 我画马 我这边说要不我画耗子 什么等等 你就这点能耐 就这点本事 这个东西是属于唤醒不一步 小人革面 在这个上打主意 玩花样 不玩精神质量 这人没戏 你这种思想已经失败了 你已经丢分了 是吧 这一点就是说我们 为什么要正本情缘 他歇了 不抓本质了 离开了道的观念 离开了大道 离开了永恒的东西 这个民族是一个很危险的民族了 沦落到了那么肤浅那么表面 而且还得到那么大的共鸣 而没有人去批评 这很危险 死而不学 这典型的死而不学 出新鲜花样 是吧 但是我们不能走这种误区 是吧 不在于你画什么 关键于在如何画 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表现 用什么样的技巧才能表达出来 这个技巧里边有邪恶的技巧 是吧 就是说我们要在创作上面 在完成我们的学业 它是一个不断的认知 而努力的去实践 再让我们才有权力 才有资格 再让我们不要着急 顺着自然规律 自己充实出来以后 现在有些形象 有些东西是想出来的 齐宏先生在诗歌界里面 他有一个评论 有自己的一个见解 他说送唐以前的诗 是嚷出来的 一张口一喊 这样就出来诗 他是内心驱动 喊 不需要怎么思考 一张口出来了 朴素自然 这个唐诗是长出来的 是内心驱动 生长自然而然 自然状态 长得不做作 不卖弄 没假的 顺其自然出来的 说唐译后的就开始想出来的 开始想了 就开始推敲了 这就是运成一个字 碾断十根须 它不是自然流淌 而且我怎么 现在有一些风格 有些画面是设计出来的 我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我怎么让人注目 我怎么有冲击力 你那叫张力吗 那叫冲击力 冲击是有 你是一种邪的力量 把别人 不一样 这样都是设计 风格出来的 有的人是一种想出来的 面貌是设计出来的 我怎么样跟人不同 你用曲线 我就用直线 你用圆的 我就用方的 你用墨 我就用颜色 你不用手 我就用脚 等等 你用手 这个东西来讲 这种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是吧 后来的诗 仿出来的 模仿 现在就是我们好多学画的人 仿了一辈子 就是不消化 这种知识就叫知语教育 那是觉得有 有知识就是有 问什么都知道什么 拿出自己观点了吗 拿不出来 不能消化 不能运用 这叫知识死学 这样来讲 这种模仿 你真正理解了 都把它忘掉了 变成你的集体的一部分了 向谁不向谁不重要 喜之限制都很接近 那照样是大家 你怎么说 你想跟他不一样 才是大家吗 歪了你 天生的就是这个材料 向着向吧 有什么不好 长得像你爸爸 那有什么不好的 你非向别人 向别人有问题了 向着向吧 这就是说自然而然 对不对 不是由你来决定的 当然石涛批评四王 你们太诚实化了 前面一律 别人的面目怎么能长在你的脸上 自然你不要思考这些问题 你思考这个问题就偏了 无意识而自然流淌出来 到这种火候 那培养出大家了 我愿意今天我们在座的将来能成为像有这种效果 这种质量 这种行为 达到这种境界这样的艺术家 我们不要走歪路 在这就说 你看我们也同时我们交给你一把尺子 你衡量衡量 你看这个画家的想法 它的行为 是不是我今天批评的这种领域 对于这种类别 再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怎样来去完善我们 完成我们这样的一幅作品是不容易的 所以这一点来说自然而然 但做好事莫问前程 这是中国历代的一些大家出现 好像不是它是流淌出来的这样一种高级的 一种朴素的 自然的 到一种无心状态 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这要讲 那就是说我们什么样的才算理想的 什么样才有核心价值 老尸 什么样能够 脸 把玫花 把玫花从井里边分离出来 这是画花了 画鸟了 鱼虫 走兽 这些东西 从它自然里边调出来以后 作为专项 专科来进行画 但它的承载 它的任务并没有减 它这个特点并不是说你画的少了 分离出来以后任务量减少了 还是一花一世界 画一个大的山水 它所表达的境界和一个花鸟所表达的境界是没有两样的 它要求的价值观 它的承载量 这是一支一叶的承载量更大了 说明的东西还就是一个 是不分的 无论画人物 山水 花鸟 都是文艺载道 既近乎于道 你只要动手 动笔 造型 动型 都是一个道理 这一点是不分家的 我这几天谈的 我这几天谈的不是仅仅谈在花鸟画上面 如果你要只认为我是谈的花鸟 那就大错而特错 也不是给一个画画的人讲的 这是说我们怎样做一个艺术的人生 画画不画画不重要 做一个人格非常重要 你干什么都行 耐着这个原则 耐着这种价值去行为 调整你的心态 你的处事能力 我们和旁边的人 周围的人的这种关系 就是在花鸟画 人物画 山水画里面的山 树 人 鸟 草 木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互相争和让 网和副 关照 各不相互是罪是大病 如果我们一个人来讲 你广顾你自己 不顾旁边 不顾你周围 那你一直是一个很自私 不博大 更不可能得到中正的人 我们之间这种关系和花鸟在布局 在一个构图里面 他们处的位置 互相之间的关系 怎样去相合 该出来出来 该进去的进去 该险的险 该藏的藏 该实的实 该虚的虚 这些程度 这些知识 实际远远超出了画本身 如果我们只是听着在画上 那你就是个画匠 孔子在教学里面 能够举一反三的人 这样的人他是赞长 他是认为有希望的 你讲的什么就是什么 只停留在一个局部上面 通过这个局部 你发现不了这个世界 那也是我们教学的失败 也是我们做人生的一种败局 叫一通百通 在这个领域里面发现问题 可能在另一个领域里面 可会也会遇到同类性质的问题 什么叫大化之境 就是在这个要一通百通 一物和万物之间的关联 和一种一致性 是处在一种这样的一种立项 这样一种观念 这样一种行为流露在了我们的形象里面 我们营造的这形象来体现这种道理 这种行为流露在这种行为流露 说完善这个意 这个利益 首先这是利益在先 这个意很不容易 这个意来讲绝对是人生和这个世界的道理 不光是人 是万物的道理 所以通过上这个课 我了解这个世界 了解人生 了解万物 这才是一种传道 老师绝不是讲的是花鸟画 是立足在这花鸟画上来看这个世界 这个老师不是讲技术的 不是培养专门加的 我是画家 错了 应该是人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利益 这样它在完成我们思考的质量 都是相通的 从这个角度来去 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 这就是教育 教育的责任 教育达到的效果 通过我们讲的这些原理 我们希望能够渗透到我们 无论你画什么 看看你怎样画 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画 一是你的境界是什么样的 你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形象 要君子物本 要抓住这个根本 要抓住这个根本 以一致万 一万致一 博观约取 万取亦收 这是我们立向 立行 这就是他的准则 我们离开这个东西 也不会获得 有些东西是说不出来的 是一种知觉 言不尽意 诗不尽言 言不尽意 言绘画者文之积业 好 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 好吧